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了私人的游艇 在游艇过夜 好像被人接出来 咱们淡淡这么一提 没想到 从那一天到现在 我觉得 曾特首这事 实际把唐英年的事 有点压下去 有点转移了 对唐英年事情的 至少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我这一个星期以来 我是天天看 有的新闻 我还翻回去看 你这么爱看了 对 你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 哎呀 我觉得人啊 人性恶的里头啊 是不是有种幸灾乐祸的心理 当然往好的地方来讲啊 是同情心 比如说啊 这两个分别很大 同情或者幸灾乐祸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 你到底是哪一种呢 可以混合这些 可以混合 这些奇怪 作为这个 您方面同情 您方面很高兴 我这几天老在想啊 我想哎呀 曾特首现在在家里 在怎么过呀 就说 就是没说这算同情呢 还是算幸灾乐祸 就我都好像想 我这玩意怎么过日子啊 这整天 你想不想 还是像我这么好 是吧 没错 这个私人游艇 是吧 你现在就看出来 你对你你 哎 我就说 邓文章肯定这样算 他那个六千尺 相当于五百多平方 我妈把几个房子 加起来嘛 好像也差不多了 什么六千尺 我怎么就没事啊 对不对 心里就很开心了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有这个 他做的这个是 这就是 这多像狗仔队的角度 你看 他就是狗仔队的角度 所以我的一向的路线 就是 我认为香港可以有狗仔队 但是北京不该有狗仔队 你知道吗 因为人家香港的媒体 就做到了这样 对吧 跟中客手 对 你北京有什么理由 有狗仔队呢 来 你看看 跟东里啊 你看看这个 这就是同种型号的 同种型号的 豪华邮庭 对吧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 我曾经在深圳 住过这附近的一个地方 每天我又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你知道吗 徐老师 我那窗户正对着这个楼顶 哎呀 我忘了有三四年不止 你跟你跟曾太祖 就是啊 遥遥相望 对 那先进东海花园嘛 没想到是曾英权 租下了 这个地方 可是我觉得这事啊 最有趣的 香港人的角度来看啊 是 这 他跟你可以说他这些事 比如说他做豪华游艇 这个房子可以廉价租到那么好的装修 而且是梁申定做的装修 有鲤鱼池嘛 他养鲤鱼大家都知道 然后又去普吉岛 然后又做私人飞机旅游 还很划算 给经济舱的价钱 做私人飞机嘛 对不对 香港人都说我们都想要这个豪华旅行团吧 有没有这么便宜呢 然后 但这些事加起来 你会觉得很感伤 感伤什么呢 就是说这 虽然说他的新闻盖过了唐明年 但是加起来看 这叫做香港特区的第二把手 唐明年是辞职了几个月嘛 也是政务司司长 几次于他 对不对 他是特首 这个第二把手 家里头呢 不小心挖了一个伪装建筑 还掩盖 最后把老婆推出来 我们的特首呢 牵涉到这种种的利益的输送交换 然后到了时候说 这个租那个东海花园那个房子 说为什么那么大那么豪华 他又把太太推出来 因为我太太节省 这是没嫁的时候的衣服都还纯着呢 中国人的太太真的是有用 是吧 真是好 中国人娶太太的负责 而且呢 这个增测手这个事啊 让我觉得什么呢 就是说咱们你看 咱们是搞说话工作的哈 所以其实我最关心的 还是一个人在碰见某种境况下 他怎么聊天 我开始就认为啊 香港人不会聊天 这个怎么有一种越聊越多的趋势 是吧 但是一开头 说这是不就是上了澳门一个呃游艇吗 哎 怎么主动一说 说我这个上次坐游艇的时候啊 我给了我五百块钱 然后说我那年去泰国坐了趟私人飞机 我按照经济舱的价钱 我也呃给了钱 我说这玩意还带主动交代的 你这不是越聊 还不止 包括深圳这个房子也是他主动交代的 对 他是有趟说的说的说 其实我是一个很廉洁的人 我退路都想好了 我退休之后呢 我就到深圳 我租了房子 你要你要这么说 这人他是算诚实啊 还是什么呢 这傻 但是这是法理上并没有什么大错啊 我觉得这个在在民众的心理上 他们香港的因为房子挤嘛 他们大家住几百尺的 所以一听有六千尺 大家就有点名分 不不不不是犯法的 怎么犯法 是会犯法的 现在今天已经最新叫廉政公署立案调查了 那也不证明犯法 不是是有机会犯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要在香港公务员啊 你收售礼物是有个价钱规定 我忘了是多少 大概是五百块以上 你就要报 五百块以上你报了之后要批 往往过了五百块的礼物 都是你不能收的 那么他现在收了这个东西 第一叫不叫礼物 比如说搭这个顺风游艇 顺风私人飞机 然后这个租房子这么廉价 而且这个廉价招待在香港公务员里面是犯法 他当然现在不是公务员了 然后第二呢 就是呢 假如被查出来 因为现在深圳租这个房子 还有个什么问题 那个物业的老板 是香港现在已经开台的一个数码广播电台的老板 那当时大家就说 这个数码广播电台的牌照 你为什么会给他 是不是就跟你在深圳 拿了他的便宜的房子住 有关系 可是假如这些东西都成立的话 这是犯法的 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混起来 我这个虽然没有任何好处 也不认识郑云权 但是我们站在公共公正的立场上 他批那个数码那个电台的时候 他还没有决定要租那个房子 这个事情你不能这么找因果关系 你反过来 我批了给你了 你感谢我 你懂吗 在香港这都是犯法的 但是第二 他一百万的这个港币一年 在深圳租这样的房子不是廉价 深圳的房子是不能跟香港比的 深圳的大房子 一般两百多平方的房子 租金不超过两万 所以他现在每个月八万租这个房子 他这个房子根本不算连 这个是以香港的概念 因为香港你很容易散动民族 因为在香港如果这样的房子 那真的价钱不止 所以呢 他第一 他不是连租 他是一个 应该说除了装修 比方说 我这个 你这个高官 我为你装修的特别好 但是这个租金是市值的 假如他正常付 租金是 第二 但是现在大家针对的问题 是那个装修 对 装修 现在大家针对的 是装修 这个为什么说前一阵 不是租金 前一阵我在那个 我觉得香港现在有点 冰冰造反 你为什么可以为了特首 比如说我来租你房子 你租你那个房子给我 我一个月给你租金是市价 但你会不会说 哎呀 文道 咱这么好哥们 这么好朋友 我为了你爱住我这房子呢 我给你花几百万钱去装修一下 那这叫做什么呢 哎呦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 这个问题里边值得谈的事情啊 我觉得特别多 呃 你比方说啊 站在曾银权的角度上讲 其实咱们说吧 我也没有什么根据哈 但是我基本上相信啊 呃 他也不是什么贪官 也也没到那个程度 可是呢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 你这个行为啊 咱们现在大家说的就是说 行为适当不适当 对吗 好比说文道 我就是送你 我就是送你一个小金人 嗯 也不能说明 我一定从你那拿什么好处 当然 咱俩可能是哥们 对吧 我愿意对你好 没错 我不求你什么 这是完全有可能 但是问题在于就说 如果你是一个高官的话 那么这个瓜田里下 你要不要有一个适当的 没错 因为 但是这个适当啊 我就觉得啊 呃 在有明确成本规 没有明确成本规定的情况下 很烦人 你比方说啊 我真是想 我说咱们朋友 那天我听香港电台 call in这个节目啊 嗯 有个市民 那还讲 这个市民讲的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啊 说你像他们这些达官 对吧 贵人 交往的朋友 咱们也应该理解 他绝不可能跟个普通的 这个地盘工人去交朋友 嗯 那个人是有他的阶层的 嗯 他打交道的人多半是非富即贵 那么这些人呢 就有这些人的消费水平 那么你说他说就是说他有个游艇 咱们大家一块去玩 嗯 那么曾云权呢 也都算想到了 就说哎 我还给钱 我还给钱 给500块钱 嗯 他说你要这样的话 要说 要说他不给钱 朋友请他做游艇 这犯法吗 犯法了 这就绝对犯法了 是吗 这叫收你不能 我刚刚不是说吗 你收礼都不能收超过500块的礼 可是那 那假定说你出去旅行 你到到朋友家里 那在朋友家里过一夜 对对对 这个也犯法 对啊 就在朋友家里过一夜不犯法 他牛皮是什么 他的私人财产法 现在这是可以争论 这是开玩笑 这是可以争论的 比如说 现在这就是何祝国的讲法 就我刚才 就是那个富豪的讲法 何祝国 何祝国我也听 我觉得也可以听一听 他讲的也很有意思啊 你给咱们大家可以看一段 嗯 你是不是请过曾任徒床 没有人病那里 是 那有什么错呢 第一样东西 我在香港 除了一班报馆之外 我没有做地产的 我没有做生意的 你这招报馆 听到 什么事啊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那一架船 回来那时 我不是为了它开的 那一架船是不是都要回去的 就是我见到你 请你搭过车盘车 是不是犯法呢 这是一件事 是不是 如果我特别为它开的 你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我也要回去的 所以我不认为利益输送 我和它有什么利益输送 它可以给到我什么 香港一个营商环境 是一个商业城市 商人 和政府欢迎 有交際不是犯法 都 Spike 是一个国家的人 对 我们的朋友 回家 对 就 , 到 上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网上学了一句话 我觉得真是挺好 说什么 这个说斗争的时候啊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战友 我觉得真是这个事一出啊 各方面纷纷帮着聊 但是呢越聊 你比如说你说这个东海华园 这个老板叫什么黄楚彪 黄楚彪是吧 就是他在香港报纸上 做整版的大广告 对 可是要不说 你说什么呢 就好 他租金是市值租金 但是说有一个家 人们会对照啊 这人们就会分析啊 加上曾英权说的 有一个场合 我碰见了他 他说他东海华园楼顶上 一个会所 说出租 说现在不想做会所了 改成出租 我表示有兴趣 然后他当初来的广告 就是说装修最多 花了不超过300万人民币 你聊这个干什么 我从他们一个阵营的人的角度来讲 你不是越聊越多吗 是吧 那边就刚才这个何老爷子 何兄星道集团呢 哎呀 我就觉得说 我请你记者搭顺风车 犯不犯法呀 我说实在 我就说这叫不会聊就要沉默是金 你如果我是记者 我就问那你怎么不答我呀 这个简单的问 你怎么不答我呢 你怎么 但是哎 文道我就说 这就是真是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行政长官 乃至于国家元首啊 他也是人 是人 他就不可能在教堂里 或者像礼宴 在庙里生活 那么这个我就认为啊 确实很难麻烦 他要不要交朋友 他的朋友真的是非富即贵 对吧 你哪个国家总理能交什么朋友 不可能说是什么为人服务 不可能他的朋友 是什么普通劳动者 我想这样子 你说的确你说的很对 他其实去很多地方 都会遇到特别招待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跟他去拥寄吃饭 给他那块叉烧特别好 而且都了解他的这个习惯 那个叉烧呢 是不应该展开的 因为展开那个肉汁 就很快流光嘛 对不对 你说这叫不叫招待 好好招待 这我觉得很正常 人之常情 你特首来了嘛 对不对 好好招呼一下 他有还当照挂在 对没错 自身意就好了 对朋友见面什么 这行不行 当然可以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为什么我一直说 这牵涉到一个 香港核心价值的问题 我们不认为 官的道德水平 就应该特别高 我们是认为什么呢 认为你当官 或者政治家的时候 你的牺牲要比别人大 因为你的权利比别人大 对 所以你的限制 也要比别人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担心 我们担心 比如说你如果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跟你 你像合作国那么有钱 你有个私人游艇 我去澳门 你看到我 闻到 你快回去吧 上船 那完全没问题 但假如我今天是特首 我接受你的招待 我就要再考虑 这将来 你会不会要求我 回报什么东西 人家也会这么想 什么叫瓜田里下 什么叫避嫌 政治人物 很悲惨的地方 就在这 你知道我有些 很要好的朋友 他在政府里面当官 自从他当官之后 我们一年就丢 我这样见一面 我们 为什么 瓜田里下 我是做媒体的 我是做时事评论的 你现在去当政府的官了 我们就暂时别往来 等到你做完官了 我们再聊 你知道这 包括香港现在 政治声望最高的一个人 就是我们前中审法院 李国伦 他当大法官那几年 几乎是恩断义绝 跟很多人 你这是要牺牲的 你做官 这真的是要牺牲的东西 而且还有一点 你知道香港 严格规定起来的话 你包括公务员官员 比如说要出差 出差不是你搭固定航空公司 有那个飞行礼数累积吗 那个飞行礼数累积 你留在你的名字底下 可以换免费机票 对 你留下来 你说我过年放假 我拿来换免费机票都不行 因为你的那个飞行礼数累积 是出公差 你知道吧 我们严格到这个程度 为的是什么 这是香港的一贯的精神价值 当然我不是说 以前一向很好 从来香港都出过很多问题 过去那些英国佬 一样有 我知道很多这种事 但是呢 有一点非常不一样 这是让今天这个问题 在香港格外敏感的是什么呢 英国殖民官员啊 他们有个特点 他们不在香港住 大部分 退了休 得了家 苏格兰弄个别墅 以后牧场里头想想扶去了 香港现在最大问题是 还有个别墅在意大利吗 对啊 他们他们毁了家嘛 所以他变得呢 他是个外来的人 外来人跟本地富豪打交道呢 就他不会指望你将来 还得照顾我在英国 而且他们也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 他英文 他现在啊 在香港的关系 现在问题在哪呢 你现在跟富豪关系很近 大家就会想 那你退休之后你在哪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包括曾应权 他的弟弟 过去是我们香港警戒一哥嘛 你知道曾应赔嘛 警察局的队长嘛 总司令嘛 退休之后 现在再帮一个地产商打工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错愕 因为在我们来讲 警务处处长一哥 是地位很崇高 很有威望的人 那你现在去了帮地产商 管保安 那你叫香港警察 在街上那些警察 比如说看到这家公司老板 你说这该怎么办 专业对口啊 就在我家大陆人看起来 挺好的嘛 什么老有所为啊 这对啊 这叫我们香港 我们坚信了那么多年的东西 从法理上讲 文道你讲都对 但中国人呢 除了法理以外 还有人情理 你知道人情 他们是怎么议论的吧 他们说哎呀 曾荫权啊 可怜啊 跟董建华没得比啊 董建华本来不做特首 也是大老板 对不对 别墅都在潜水外 对不对 所以他下来了以后 而且他做的这些年呢 他的弟弟大陆房产 这个经济发达的很 整个公司 曾荫权到底是公务员出身 你看这么多年的特首坐下来 最后退休 连潜水外也没弄到 他房子了 海外别墅也没有 住到深圳去 他自己还不是说吗 他自己说 我就是为了避嫌 怕人家说我这个 他利益输送 所以香港 我在我这个在任期间呢 就没有买房子 以至于他说 我躲还躲不起吗 我说我退休之后 我不干预香港 我住到深圳去 所以他的理由也是这样 他说对 我为什么没有想到申报 这个什么数码广播这个呢 他说因为这个关系啊 太曲折了 他觉得 而且没说还没决定 租不租 但是我就是觉得 这个事啊 咱们就说的 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话 确实这玩意 坐私人飞机啊 或者说坐这个私人游艇 我觉得 你知道这个事 我再补充一个消息 不知道你这几节看这个新闻 有没有看到这个细节 就他说要去坐私人游艇 私人飞机的时候 他身边是有公务员知道的 那是公务员 他的幕僚 那是传统那个技术官僚 他们那个思路就真的是公务员思路 他们提醒曾艺权 说最好不要 是曾艺权觉得这无所谓吗 所以你看到没有 就传统香港训练 包括曾艺权自己本来也该有这个意识 这是我们的公务员 是应该有这种意识 其实曾艺权呢 买一架私人飞机就没问题了 他没钱买啊 像大叔一啊 他的收入买不起啊 其实他担心的 我觉得有时候跟明星担心的也差不多 你看他为什么坐私人飞机 我倒觉得他倒不见得是贪舒适 的确啊 他这个特首啊 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到哪啊 哗啦哗啦 你比如在中环下船 他不也说吗 他说我希望到香港某一个岛 悄悄的下船 我在山上散散步 我再回去 否则碰到游行 你赵本山为什么买私人飞机啊 他不就是不害怕 这个跟公众这个 特首真是不如赵本山大叔 三人行 你以为赵官那么容易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翻开书本就是阿欧欧 后面画着火车卫星飞船 语文课本在给我们的童年 留下快乐的同时 也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 深刻的时代烙印 一录落语文课本 就是一面面镜子 用文字和图画定格了 中国百年的时代流变 从十个时间点上 来关注语文课本的变化 百年语文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传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降向变化 红花廊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度奖 最低功率只需四十五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零线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你看我这个礼拜 一直在深圳有些电视看这个新闻 我觉得咱们这个还是比较开明 让看这个 没有给遮住 让看 我就觉得 真是不是说咱们大陆 要像香港那样 是吧 这些都不一样的情况 但是呢 确实是特别好的廉政教育 真的 我要是中纪委书记 我就提倡干部们 好好看看这个 就这是个非常 就是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不过话说回来 这件事情啊 在香港的市民当中的心理影响 很长远 很深远 一个成员就是现在讲的 就对廉政的这个坚持跟动摇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心理影响 就是以前很多香港市民 包括穷人都很看不起深圳 他们想象的高官有钱的人呢 他要住啊 那一定是香港的南区或者到英国 或者要是去也最少是去上海等等 居然想到退休以后去深圳 我觉得深圳的地产业啊 要大大感谢 他一下子提高了这个 这个生活社区质量的一个 这是个太好的广告了 你知道 这个影响会很深远 以后以前 会吗 当然会 香港很多中产啊 以前是以去深圳住为耻的 他们觉得是香港混不下去了 我才去深圳 现在连特首都一去 特首不也是混不下去了 去深圳吗 所以 所以这个叫来 但是这个是给我留下的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有钱的朋友 去